据环球网26日报道 4月以来 印度日增新冠确诊病例数连创新高 三天内已有近100万人确诊 首都新德里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人死亡 已然沦为人间猎狱 印度全境掀起了氧气争夺战 据印度每日新闻与分析24日报道 驻扎在印度贾坎德邦的一个边境安全部队 士兵正采用一种创新的蒸汽吸入技术来为自己消毒 从曝光的视频中可见 几名士兵坐在一个连接着高压锅的装置前 吸入冒出的蒸汽 视频被在网上疯传 印媒称一些网友认为这个想法很有创意 其他人则认为这种做法实际上必大于力 目前世界多国宣布为印度提供氧气设备 英国已开始把呼吸机和氧气浓缩机运往印度 欧盟成员国也即将运出他们的相关设备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末也宣布 法国将在未来几天向印度派送氧气呼吸设备 另外欧盟委员会计划向印度运送氧气和药品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 该组织正在集合资源 以便迅速响应印度的救援请求 中方早已明确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 国际社会需要团结一心共同抗疫 中方注意到近期 印度国内疫情形势严峻 并出现暂时的防疫必要物资短缺情况 中方愿为印方控制疫情 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来节目